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妈 您这样 您是在害婷婷 您知道吗 我又怎么了 这条虫子 是我不小心放进去的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怎么可能是您放进去的呢 那虫子还在那儿 胡蹦乱跳呢 这分明就是婷婷刚放进去的 基本就是婷婷刚放进去的 你妈不能这么对她的 是 我妈那种方式是不对 但婷婷这么做 这也不对 我倒想问问你了 你现在这么护着你家小李 你真的打算跟她结婚呢 光明啊 孩子太小了 孩子现在有些想法 那也是正常的 她有想法 她也不能这么做呀妈 妈 您不能这么 没原则地护着她 您护着她就是在害她 而且咱们必须要让她明白 犯了错误 自己就必须要承认 别说孩子 你问问你自己 犯了错误必须要承认 你做到了吗 妈 我不想跟你吵架啊 今天也不是说我的问题 我就是说婷婷 她迟早有一天她自己要长大 长大她迟早要一个人面对生活 我们迟早都得放手 什么意思啊 是想赶我走吗 那么我告诉你 婷婷现在离不开我 妈 不是婷婷离不开您 是您离不开婷婷好吧 你说对了 是我离不开婷婷 我放不下婷婷 当爹 当妈的 全部能放下她 我这个当姥姥的 我现在放不下她 怎么地了 我有什么错了 有什么放不下的 我是婷婷的父亲 我还会虐待她不成吗 请问 如果将来你跟那个小李结婚了 如果你跟小李再有孩子呢 那婷婷是我女儿 这是一个改变不了的事实吧 所以啊 她对你来讲不是唯一 她对我来讲 唯一 老七啊 其实用不着那么麻烦 直接跟她爷爷奶奶 他们排多好 都是当老姬儿的将心比心 我想这点道理 他们还是会讲的 你看啊 你呢又不是有意骗她们 不是都是为了孩子好吗 那我再想一想吧 还有什么好想的 刚才咱跟大梅不是 商量半天了吗 跟她爷爷奶奶 摊白 那是最好的选择了 老康 你别劝 你千万别劝 老七的爱怎么着就怎么着 你怎么有啊 真的 她想干什么呀 就让她干去 老七 要我觉得呀 一哭而闹三上吊 直接找那个姓李的小三去 把她撵跑漏 这样啊 你就可以踏踏实实地当你的保姆 当了没呀 你 你这是什么死我主意 老七 老七 要不跟你闺女再打个电话 听听她的意见 得了吧 老康 咱的意见都不听 她能听叮雪的吗 现在全世界人的话 她都不听 她只听一个人的 谁呀 婷婷啊 姥姥快来 姥姥你别走 姥姥我想你 姥姥我要跟你在一起 姥姥啊 姥姥 对不起啊 就当我 什么都没说 大梅 撒手 大梅 大梅 老七 你也别 别生气 也别太着急了 总会有办法的 你说是吧 光阳 最近我怎么老觉得 你心神不宁呢 有吗 在美国就是 回来了更严重 那可能是家里的事啊 您知道我爸妈从老家 过来来帮我看孩子 来了之后 才知道我妈心脏不太好 就咱们在美国的事 就抢救了一回 光明 您怎么不早说呢你 您怎么忙 我怎么能跟您说呢 再说 谁家里边不都是一堆事吧 我能克服 光明 你真是太辛苦了 这些年呐 为索利 为九一五项目 付出太多了 你要是愿意啊 我给你放假 你好好休息休息 不不不 那个现在不是时候 工作这么忙 等以后再说吧 光明 工作是永远忙不完的 不能因为工作 而影响了生活嘛 这样吧 我给你一个月的带薪假 你好好调整调整 该带你母亲看病 就去看病去 安安心心地 把家里安顿好 那咱们项目呢 放心吧 九一五项目 和谐研究都差不多了 剩下的都是事务性的工作 我让小黄他们几个 先盯一盯 少长 是不是 斯密特公司那边 他们跟您说什么了 光明啊 没有啊 你可别多想 这事就这么定了 你好好休息一段时间 你 您那意思是 关键给发改委啊 打个重要电话 那你忙着 来 你先喝个咖啡 别着急 赶紧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 你总得给我点时间 让我考虑考虑吧 你们不能这么逼我 你们的人是不是 跟我们所长说什么了 许光明 我们的人在你心里 就那么不堪是吧 如果是我想 告诉你们所长的话 当时我就不把那照片给你 那会是谁呢 我现在已经被我们所里 强制休假了 你怎么不想想 是谁拍的那些照片呢 大哥 你等等 干什么呀 你记不记得我之前 跟你介绍那个张先生 人家对你评价很高 说你非常有才华 他现在要自己出来 准备做一家制药公司 投资已经落实了 你借着他给我认识 是不是早就料到 我有今天了 你自己就没料到 会有今天吗 光明 我 我爸他明明答应我了 我现在就去给他打电话 不用了 从你爸设计 拍我照片那天起 我就应该想到会有今天 可你说得对 我早就应该料到 光明 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我错了 也许当初 当初我就不该追求你的 想想都觉得可笑 我当初居然还想 从你这儿买一套学区房 带着我们一家人 都搬进去住 真是太可笑了 光明 我真的错了 真的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你知道这不是我的本意 在我心里 我真的特别特别爱你 我特别爱你 现在说这些还有意义吗 怎么没有意义 我看得出来 其实你心里 一直对工作都放不下 我知道 事业对于一个男人来说 远远比爱情要重要 尤其是对于你 光明 光明 如果你需要的话 我愿意成全你 我 我会离开你 不说这些了 一切都来不及了 怪就怪我太笨 一点辨别是非的能力都没有 那怎么办呢 我走了 我要去接我女儿 老齐啊 动作快一点 你马上回来要吃饭了 快快快 来 我跟你说啊 待会儿婷婷回来了 你声音得小点 动作也得轻点 怎么小声点 难道要我这样说话 老爷子 你快坐 也没这么夸张 你小声点不就完了吗 知道了 来 婷婷 婷婷 快 妈 妈 妈 书包给奶奶 饿了吧 快去洗洗手 真乖 妈 妈 您这嗓子怎么了 你爸 不让我大嗓门说话 好 好 你给我给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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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齐啊 来来咱们长时间了 咱们还没在一个桌上吃个饭 今天 咱们一块吃一顿 好吧 不 不合适的 合适 合适 怎么不合适呢 今天去坐这儿 那要不这样 我到厨房里面去盛一碗饭 我加点菜 我在厨房里吃吧 叫你坐这儿 你去坐这儿 坐 坐 走 走 洗干净了 吃饭喽 走 来 来 来 坐哪儿呢 来 来 坐到这儿 来 妈 坐哪儿都一样 好 来 来 大家吃饭吧 来 给别人家 不给奶奶家 孩子手短 他就是想跟你家菜来着 谁让你家 一筷子都用过了 婷婷 来 给奶奶家一个 真乖 来 给奶奶 来 妈 孩子不等事 来 儿子给您家 来 妈 谁 宝贝 快去看看吧 你妈妈心脏不好 没事 没事 我照顾婷婷 好 婷婷 今天是你不对了 我不是跟你讲过的吗 咱们一上了桌子 第一个赶你家菜的是谁呀 是奶奶 是爷爷 是你爸爸 不是我 我是外人 你忘了 你气死我了 真是气死我了 许大姐 这是怎么了生这么大气 肚子都气鼓了 又爆炸了 你这个人哪 好心肠是好心肠 磕你这张嘴呀 真是平得没法救了 这不是咱们熟了吗 换别人 我才懒得跟他平呢 到底是因为什么呀生这么大气 爸 我妈人呢 我追下来 也没看她在哪儿 那这样 你先回去吃饭吧 我到那边再去找找 别别别 小事一装 一会儿她气消了 甭管她 你坐下来 我没妈 想过再成立一个家的事吗 要是依着我 我想就算是先这样了 可是你也知道 我妈 别管你妈 我就想问问你 婷婷应该有一个完整的家 她还小 我不想让她在一个单亲的家庭里长大 这我都想过 可是 怎么 没想明白 你也看出来了 我妈是 一直希望我能够跟小李走到一起 可这事 我心里边其实挺矛盾的 小李对我有感情也帮过我 可是我心里面有扇门 她始终还没有走进来 总之 再看看吧 那丁雪呢 丁雪曾经在这道门里 但后来走出去了 我现在呢 就这关心婷的怎么下 而婷婷肯定是很希望我能够跟她妈妈 两个人再过到一起去 但现在的情况 就算我跟丁雪再复婚 我们也难免再破裂再离婚 这对婷来讲 将会是又一次打击 所以我不敢想 我不能接受 让天天再受一次伤害 所以即便是一种可能 我也不愿意 至于怎么选择是你的事 我不会干预 我也不会让你妈去干预 由你自己去做决定 我跟你妈呢 虽然想抱个孙子 但是我们不想让我们的孙子 生活在一个不稳定 不完整的家里面 所以 你要深重地去决定 至于婷婷 有老齐在 我肯挺好的 你说说看 我的亲孙女不给我夹菜 给个保姆夹菜 更不像话的是 我想那个死老头啊 非要那个保姆做上桌来 你说我气不气呢 麻烦了 老姐姐 这里面有事呢 什么事 这么明显的问题 你都没看出来 什么问题 别吓我 我可不是吓唬你 我要不把话跟你说明白 这罪恶的萌芽 就会得到适合生长的沃土 最终造成 不可挽回的悲剧呀 你妈呀 什么罪恶的萌芽 什么悲剧 给我说清楚了 大姐 你说说 你们老许是什么人 我们这老许是我丈夫 没问你这个 我是问 他之前做什么工作的 老师 对呀 那你再想想 你们家老许有什么爱好 看书看报 下棋什么的 那你再想想 你们家那个保姆老齐 他之前做什么的 这个 我真的没问过 这么大的事 你怎么不问呢 这心可真够大的 我跟你说啊 我可听说 这个老齐啊 他也是老师 而且啊 是音乐老师 你想啊 他们都是老师 都算文化人 那肯定有共同语言呀 什么意思 我这意思你还不明白呀 我问你 你平常跟你们家老许 不聊什么 没聊什么 他看他的报纸 我看我的电视 偶尔出去溜溜弯 我有时候问他 咱们家的果园子怎么样了 鸡啊鸭啊 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就这些小事 你看看 你看 你们聊的呀 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 可人家老齐聊的 可就不一样了 聊天文 聊地理 聊知识 聊教育 聊养生 人家的知识层面呀 是一样的 这男女呀 就怕有共同语言 胡说八道 弄得这儿老许可不是这样的人 老姐姐 这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你没看的电视经常演吗 海燕哪 你可长点心吧 我不跟你聊了 我回家 大姐 大姐 棋手蓝呢 棋手蓝呢 跟我斗 你们回来了 她买来呢 没事 一会儿就回来 许伯伯 如果没什么事情的话 我想走了 行 你今天先回吧 是吧 许妈妈明天见 你说你 就为了一条鸡腿 你至于吗 你心等他了是吧 谁心等他了 你 你是不是吃错药了你 我就是吃错药了 我吃错药了你怎么样 怎么了你这是 妈 你 妈 你怎么了这是 你问问 你问问你爸爸 他心里有鬼 谁心里有鬼 你别胡说八道 你看上老七了 谁看上老七了 简直是你这 说什么话你这 胡说八道你这 你以为我是傻子 让他吃饭的时候 借把鸡鸡蛋 一次一次把他拉上转来 你以为我是傻眼的你 妈 妈 他是不是想话了呢 谁不想话呀 爸 您先回去吧 你 你跟我说你 你既然这时候 不就可理议你 什么 爸 你才不可理议呢 我 我非你 你得去问他 他什么意思 对 爸 这样 妈 天天都睡了 妈 妈 妈 来 坐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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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有什么话咱坐下说 来 您坐 气死我了 行了行了 妈 你消消气 消消气 您这是怎么了 您跟我爸生活了大半辈子 我爸什么人您不知道 你包括在咱们老家 所有人怎么评价我爸 您心里真不清楚啊 我爸他跟老七 能有什么事啊 您还这么跟我爸吵 妈 是不是有什么人 跟您说什么了 您有什么话 您跟儿子说 我觉得这个老七啊 不简单 那像个保姆啊 说话 做的事 都会那么有气派 逼我还像个一家之主 我想把他赶走 妈 你先 先 先别做决定了 是 这老七是 是看起来不太像保姆 但也许 是 是因为人家之前 家里的条件还不错 现在既然在咱家里 做保姆了 他就是保姆 他来当保姆了 那也许 就是家里出现了 什么变化 否则的话 他这么大岁数 他干什么来说这份罪啊 您说是不是 你这么说 好像也有道理呀 不提这个事了 关键是 婷婷跟她那个亲啊 现在更好 你跟老头子 还帮着她说话 儿子 咱们是付了钱 让她来带孩子做事的 她现在这个样子 我真想把她赶走 因为确实也找不到 比她更合适的 你说 我气呀 我心里堵啊你知道吧 我堵 别堵 别堵嘛 您看 您刚才自己也意识到了 这 这 这 现在的保姆不好找 我跟您说吧 我听我那些同学和同事说了 现在人家但凡找到一个 还 还不错的保姆 人家都尽可能地哄着 生怕他撂挑子不干了 如果说 这老齐真的让你给赶走了 或者他自己不想干了 您说家里这件事怎么办 婷婷谁管 这活谁干 不还是得您干吗 妈 所以说呀 我跟我爸 我们俩所做的这一切 真的都是为了您和婷婷 说了说去 还是我的错 您没错 您绝对没错 妈 就是角度不同 所以看待这个问题的方式 就不同嘛 我知道 妈 您是想跟婷婷亲近 所以您才对 婷婷跟她亲近有意见 对不对 可是妈 您想过自己也没有 婷婷为什么不跟您亲啊 您一天到晚这么严肃 您老捧着一张脸 那婷婷能跟您亲近吗 孩子嘛 您就得哄 您常哄哄她 换换这个方式方法 说不定她就婷婷黏着你 跟您亲近了 到时候她要黏着你 说不定您还烦了呢 再说了 婷婷是您的亲孙女 她老齐是谁 她能跟您比吗 那当然是了 我是她的亲奶奶啊 好了 以后我就改改脾气 改改态度好吧 哄孩子 我还是拿手的 这就对了 妈 但是 明天 我还得找老机谈谈 康总 李大小姐 稀客啊 但模式不错嘛 你喝咖啡还是喝茶 去准备一下啊 不用了 谢谢 谢谢 光明没跟你一块儿来啊 她没必要知道 那您来找我 不是来跟我谈生意的吗 韩先生 我今天来找你 主要是想澄清你对我的误会 我对你有误会吗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跟我说话 对呀 光明现在已经被单位停职了 她很苦恼 我真的不想看到她 每天都这样愁眉苦脸的 李小姐 如果是因为这件事的话 你应该去找的是他们所长的啊 韩先生 你为什么一定要这么跟我作对呢 这从何说起 你让光明离开我 否则她就必须放弃她所有的心血 对 李小姐 既然你这么开门见山 我就不跟你兜圈子了 如果她不离开你 她的心血 还有我们所有人的心血 恐怕都会毁在你的手里 你凭什么这么说 李小姐你肯定清楚 光明是个特别单纯的人 你也许能骗得过她 但是你不可能骗过我们所有人 所以如果你真的爱她 咱们换句话说 你真的希望她好 作为她的好兄弟 我请求你 放过她 我请求你放过我们好不好 我求你不要对我有那么深的成见 好不好 这就是你对我有误会吧 我对你本人没有任何成见 可是 你一直逼着光明让她离开我呀 因为我们都知道 你接近光明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呀 我接近光明真正的目的 为什么你们所有人都认为 我接近光明是有目的的呢 我只是喜欢她 我只是想嫁给她而已 但愿如此吧 Generally 我跟你讲啊 你啊 姿势不对 来来来 我教你 来 不用了不用了 老打不着 快丢人的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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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教你 我跟你讲 很简单的 来来来 要不您打吧 我不打了 来来来 来来 我告诉你啊 来 站好 稳一点啊 一定要稳一点 然后呢 手啊 要把杆子扒稳一点啊 要这样 对 对对对 这手啊 握紧杆 握紧杆以后呢 气息要沉下来 气息要沉下来 这样啊 然后呢 腰要靠住 抬起来 对 转身 扭腰 挥肝 不错 不错 来来来 再来一个 来来 算了 要不您打吧 没事 来 您打吧 来吧 我教你啊 来来来 对对对 好吧 没问题 要有信心 你肯定没问题的 来来来来 我教你啊 我教你对手啊 要稳一点 小薛啊 我看赵总啊 好像对丁老师有点动心了 吃眼 兄弟啊 如果说这样啊 你可别舍不得忍痛割爱啊 你可是个明白人 如果赵总高兴了 随便在你的文化公司投个几百万 那还不跟玩似的 来这 摆着没打住 来 来来来 是 那 赵总真的能投吗 你就放心吧 他给我透过口风了 冲着丁雪他愿意投这个数 五百万 我跟你说 这个干什么 好好好 不错不错啊 哥 刚开始不是说好了您要投的吗 老弟呀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这段时间的股票可是一泄千里呀 哥哥 我要是不怕疼啊 我早就跳楼了 我是真的力不从心了 说实话 我的确有点过意不去 这不把赵总介绍给你吗 当然了 行不行 还得看你自己权和和把握 我也只能帮你帮到这儿了 林轩 这个老色鬼真是不是个东西 学历俊告诉你啊 我收购了啊 怎 怎么了 你眼睛瞎了吗 他使劲往我身上贴 占我便宜 你没看见吗 他 他 他那不是向你打球呢吗 装傻吧你啊 你告诉我 你是不是拿我出卖色相 拉关系呢 我承认 我承认我是想拉关系 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 让你出卖色相 我 你是个男人吗 你是个男人吗 你还口口声声说你在乎我 你就这么在乎我的你啊 是是是是是 是 我不是男人 我甚至连人都不是行了吧 可是弟兄你以为我心里好受吗 我看着那个四郎 对你动手动脚的时候 我的心像刀割一样 我连死的心都有 走 我们现在有两条路 第一 房子退了 公司关了我们回去 第二 接受新赵的五百万投资 把公司成立起来实现咱们的梦想 两条路 你选吧 我都听你的 他愿意投五百万 刚才在换衣服的时候 他当着王总的面亲口说的 那他就更不会放过我了 不会的 丁选 这种鸟人我见多了 我 我们现在就跟他周旋 等他把五百万 打到我们公司的账户上之后 他是股东 我们也是股东 到那个时候 就由不得他想怎么样了 再说了 还有我呢 我不会让他得逞的 话说回来 就是你愿意 我也不愿意 你才愿意呢 你少给我恶心人 所以 丁选 咱们就先忍一忍 小不忍责乱大摩 小妈 我真担心有一天会被你卖了 我就是把我自己卖了 我也不会把你卖了 如果没有了你 那有什么意思 少来这套 为这个项目花了整整七年时间 七年 七年 不过也许这个结果 对我蓝姐 是个解脱吧 你能这么讲 我就放心了 俗话说得好 抱着金疙瘩 不愁找不到好卖家 那你接下来 有什么打算吗 不知道 光明 如果现在 我爸爸 他要是邀请你 加入到他的公司 你愿意吗 你爸是不是到现在 还在惦记我这个酒油项目 他毕竟为了这个项目 投入了太多的心血 他惦记 也是应该可以理解的呀 那他当初为什么要撤资 如果不是因为他撤资 美国的市民特公司 也不会趁机而入 我或许也不会到 今天这个地步 其实这也不能全怪他 我爸爸之所以会撤资 那他也是迫不得已的 他真的已经没有时间 再拖下去了 他必须把药物投放市场 否则他就 但这是药品 这是药品你懂吗 只要是药品 就要经过严格而长期的 临床试验 才能投放市场 否则出了问题 谁也承担不起这个词 你懂吗 光明 我爸爸对你是 真的很有诚意的 他现在遇到了这么大的困难 他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你就当是帮帮他吧好吗 对不起 别的事情都可以 唯独这件事情 这个底线谁也不能急迫 这是科学不是人情 光明 我 行了 你不要说了 这个时候你邀请我 加入你爸爸的公司 这不正好验证了别人的猜想吗 老七啊 你到我们家也有些日子了 我怎么觉得 你这个样子哪像个保姆啊 以前 你家里条件不错吧 以前家里还是可以的 后来就不好了 可不嘛 不好了 那你们家里有几个人呢 家里 家里有两个人 我还有一个女儿 那老伴呢 老伴走了 老七啊 那你一个人挺可怜的啊 没想到再找一个 倒是有人给我介绍了一个 正在接住呢 那好 那好 那是干什么的呢 律师 律师啊 律师好啊 我可放心了 老七啊 祝你幸福 谢谢徐妈妈 另外啊 我要嘱咐 以后跟我出来啊 你一定要穿上这个围兜 要不然别人以为我 以为我们是亲戚的 不会的 还有 你走路要走在我后面啊 好 那您先走 那回家了快 好好 好 倒是有人给我介绍了一个 你正在接住呢 那是干什么的呢 律师 有律师啊 律师好啊 哎 薛总来了 我去跑拉几个照 你看啊 我跟大薇收拾得还行吧 还行 辛苦了啊 你是不是不满意啊 有想法你就说嘛 嗯 怎么了 是不是 姓赵的反悔 不肯投资了 你这倒是说话呀 是不是合同没签成了 我 我在了 没有签成了 没有签成了 有签成了 嗯 那是 我会带着 你好像你要去 这不是签了吗 白痴黑子 蝎红的大账 鞋 咱们成了 徐徐军 你吓死我了你 你又那么正经啊 你吓死我了 孟奶奶 孟奶奶 这 这 这 现在是咱们的身家幸福 你知道吗 千万可不可以弄坏了啊 没想到这姓赵的 还真没忽悠我们 说实话 弟兄 我 我当时也真的不敢想象 他这个赵总他他他 他连想都没想你知道吗 我 我把我的想法跟他说完之后 他连考虑都没考虑 直接大笔一挥他就签了 真不愧是商业界的大恶 你说 我跟你说 五百万啊 那是白花花的五百万啊 真金白银他就签了 并且赵总说了 今天下午这五百万 就能到咱们的账户上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你 你知道吗 他当着我的面 跟他的财务总监吩咐的 太好了 太好了 那我们 我们真的又开始创业了吗 对 我先跟你说啊 从现在开始 我们就可以真正创业了 并且 我们真正开始为你的梦想 扬帆启航 沉默以后 不愿再开口 沉默以后 世界安静了 上天让我们相守 为何又走到尽头 曾经的温柔 已经无情地被偷走 沉默以后 离开以后 还剩下什么 沉默以后 沉默以后 彼此解脱 守着一个人的寂寞 像开不出的花朵 两个人的世界变成 无奈的折磨 曾经那快乐的寂寞 难道就不能回头 我才想跟你说 怎么能忘了说 再一次来 再一次拥抱我